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ken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有一个爆料 那我们最近呢有接到这个系统里面的吹哨人给我们爆料 所以今天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事情哈 那就是呢其实在2021年7月12号呢 网络上就有发表报道 那个时候就指出来说加州的州长纽森 跟加州几位的立法者共同合作 干嘛呢拨款27亿美元 建立了一个在加州里面的五年的计划 那这个五年的计划呢将在2025到2026年之间 实现全加州普及学前教育幼儿园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英文就叫做UPK 就是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 这样一个计划 那我们之后在节目里面我们就简称UPK了 大家一听到这个UPK就知道 就说什么指的是全加州普及学前教育幼儿园 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是提供给所有三到四岁的儿童 你们家老大就现在就在上这个 这叫Preschool嘛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给他们这个三到四岁左右这个年纪的小孩去上课嘛 对那他们的就是教一些什么画画呀 然后呢做一些手工啊 基本上就教他们一些礼貌性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现在上课的时候是该上课的时候 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是该吃饭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时间观念在那个地方 然后让他们学习上小学 或者上课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对那其实在美国呢 这个这种形式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 咱在大陆大概是没有啊 我是没有太了解到这一方面 所以这个Preschool呢 它就是这个年龄段的班级 就是小小孩啊三岁开始啊 那一般呢 这个在美国就是指什么样的孩子呢 就是已经学会了自己去上厕所 这样的孩子 已经学会了上厕所 但是又在上幼儿园年龄之前 就这样一个区间的孩子 大概就是两岁半到三岁 然后一直到五六岁这样的一个年纪 那么这个计划 它的危险程度到底在哪里 因为其实呢 像你人家现在小孩上这个Preschool 是私立的 所以家长需要交钱 对不对 那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加州的 或者是在美国的整个公立学校的系统里面 大家就说美国的教育好啊 免费啊对吧 所以大家就认为这个是美国教育很好的一个地方 那他免费的一般就是包括什么 从Kindergarten一直到12年级 这个过程中间是免费的 像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三岁开始 这个小孩去上的这个 家长一般来讲都是要交钱的 这个是不包含在免费的教育里面 对吧 但是现在加州就说了 说我们要开启这样一个计划 就什么呢 免费让大家来上这样一个学 家长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太好了 以前这一部分要交钱嘛 现在免费了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 但是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呢 他们就包含了一件什么事 他们要transforming school 就是要改造学校 那这个改造学校呢 就是从他们提供的免费的这个 从pre-school的这个计划开始 那我们听到这呢 就不要一味的说 这个事太好了 免费就是好 我们要非常的了解到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 到底都在被教导一些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现在加州推出这个 不光是在加州啊 我也有听这个北加州的姐妹讲 其实在美东 他们那位也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东西 只不过跟我们这边叫的名字不一样 但是实行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就像你也讲过 免费的东西其实不一定就好 对不对 对 免费东西一定是坏的 一定是坏的 你如果是免费的话 你就是那个商品 那我们就要了解说 他们要把我们的孩子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商品 我们的小孩 从现在三岁开始 就可以去上免费的学校 他们在这样的学校系统里面 到底都在被教导一些什么东西 那所以呢 今天在这里 跟大家来提供一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的来源 不能跟大家讲 视频里面讲话的这个人是谁 也不能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吹哨人 那他就是在政府资助的 这样一个机构里面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做教师培训 以及质量管理 他是教练 所以呢 说白了 他就是培训老师的人 他们这个机构呢 是从政府拿钱的 政府给你钱说 来 你们就来给我们培训老师 那他们呢 就是要把上面教育部 要求的这些东西呢 这些教练自己先培训 培训完了之后 教练就去培训老师 然后老师呢 就要上课的时候 把这些内容交给孩子 所以他这边是非常一手的资料 我们就是为了要保护 这个人 所以我们把他的声音也变掉 我们把他的形象也盖住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 他们正在训练什么样的东西 来培训给学校的老师 我是在政府资助的 专门做幼教的 是属于中介和资源机构 那我自己是做老师培训 和质量管理的教练 我自己要接受培训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慢慢的洗脑 然后我们在洗下面老师的脑 然后再传到孩子当中 现在公立学校呢 就是说有大比大比的资金 千万千万的钱进来 整个在加州有一个 学校转化的计划 这个可能对家长来说 其实是有的是很开心的 就是学前班 就是幼儿园 有公立幼儿园是免费的 而且是免费Lens 有一大堆的好处 所以家长就不需要 再付那么昂贵的学费 去付这种私立的学校 已经有些学校开始 有这个UPK 要普及学前教育已经有 那有些地方还在慢慢实习 每年实习一些 每年实习一些 这种教育就是 加州的教育部管理的学校 整个加州的教育体系里面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们就有一个 Transforming Schools 开始这是一个大的计划 什么这些同性恋 变性 什么Transgender 就是这些文化 不是说只是在性教育里在讲 就是它整个的改变 就是说 在你教语文的时候 教画画的时候 教数学 教不管什么样 就像我现在 我自己本来是做老师评训 做什么我都得心应手的 但是现在我就常常被审批 就说这里面怎么没有家 黑人 怎么没有黑人在里面 怎么没有多元化的家庭在里面 怎么没有多元化的人的长相在里面 就会做一些这些神秘 所以不再只是说 你可以说 我不去上那门课 没有了 它现在的整个一个转变 就是从小学 从那个小小孩 学前班开始 就已经渗透到这个教材里面了 就是你是拔不出来的 我们像我们自己也常常被培训 那现在所有的老师都要常常 每年要求要有多少培训 这些当中的培训当中 很多的这些句子都是免费的哦 甚至有时候是给我们钱 去接受培训 里面讲的都是说要包容 要多元 要反偏见 有些东西是很好的 其实你要去听的话 觉得是啊 我们是一定要要跟爱每个人多包容 但是他最后都会把那个 性教育变性这些东西加进去 就是特别在那个幼儿园里 特别推的 就是肩的妞妆 就是说 你不要在学校 学前班说 男生站一排 女生站一排 现在不容许这个样子 你不能说男生都穿蓝色的 女生穿粉色的也不行 这都属于偏见 这都属于歧视 说的都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 你要很勇敢地去表现你自己 就是你自己 就是把那个小小孩 从小就觉得说 你自己觉得你是谁 你就是谁 你算是 你的生理上是男生 你要觉得是女生 你就可以穿女生的 你就要说我就是she 用代名词的话 我就是her 和she 就是女字旁的她 这样子 甚至可以说z 我也不是she 我是z 那我就是 也是男的也是女的 就是你不要区分我 你要区分我 你就是伤害我 你就是歧视我 你就是不尊重我 还问我是 到底我下面是男的女的 那根本这种问题 就不能问 这是其中一本书 很流行的在幼儿园里的一本书 好多这些书呢 就是被我工作的这样的机构 我们是打笔钱买来 我们就是免费给出去 我们每年都有很多 花很多钱买这些东西 然后就会给幼儿园里面 这里面就讲的是家庭的多元化 对这就是我都是截图嘛 就是里面讲的 你看他说 孩子可以有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 这是家庭 就是他介绍家庭当中 他就把这个也都加在 加在里面 潜移默化的 就让小小孩就认同 这是正常的呀 那这就是一个左派的洗脑大钢锅 对 就是所有东西 所有左派的议程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太可怕了 然后他要把这样的东西给老师 然后再让老师去教你的小孩 而且这是国家知足的 这100%是要到你的小孩里面的 然后都是免费的 听免费的听起来很爽 很多家长就一定会继续这个样子 在这些小孩的世界里面 就他们被建造的世界 就是性别是很多种的 就是男人女人可以互相来回变的 或者是你可以说你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所以在之后 你这个英文的语法也都变了 你不能说光是什么he跟she什么 你这就是不尊重了 对吧 就是整个以后社会的模式都会变 因为他们从三岁的小孩就开始洗脑 所以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吹上人 在里面讲 对吧 就是你不能够在学校里面说 男孩占一排 女孩占一排 不可以讲这种话了 因为根本这个世界就不分男女 你怎么可以说男人占一排 女人占一排呢 你根本就不可以有这样性别的区别了 所有的这个他们创造出来 人为创造出来 这些性别的混淆 全部都在一起 对吧 然后包括什么 性别 性取向 以及他们的课堂里面 包括这种社会正义的东西 黑人至上的这种东西 一定要被讲 你必须要讲 黑人怎么怎么样 生牙迫 黑人是好 什么什么 所以在这些小孩这么小的年纪里面 他们被塑造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东西 没有单纯的语文数学了 没有单纯的这些东西了 这个学习的东西了 所有的一切 这个政府要你的小孩知道 所有政治的这种东西 社会正义的东西 全部都在他们的学科里面 这些东西不仅仅只是出现在性教育里面了 刚才这个人也讲了 所有的他们接触到的一切的信息里面 全部都要包含 所以他们就是在为孩子塑造这样的世界 就是说这全部都是正常的 那你能够想象到说 在这样的洗脑下面 长大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呢 之后充斥着这一群人的社会 跟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像我女儿读pre school的时候 她那时候话其实讲的不是很清楚的 哦对 对她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她是去那个地方之后才开始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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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跟女生 她现在分得很清楚 然后呢我们在家里教育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是女生 然后她每天穿裙子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学校就是要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洗脑他们 在那个时候就把他们就是 从父母的身边夺取了之后 然后开始要去做这个样子的议程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真的就像你说的 就是那个年纪的小孩 刚刚才会说什么 就是我要上厕所 刚学会说我上厕所了 要告诉大人 他们刚刚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太可怕了 你想想看就是 我们在旁边说 哦 he is she is 然后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就是基本文法了 这样教小孩 对 然后现在学校老师就说 哦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说day them 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之后 你就会突然有一天发现 小孩回家说话 怎么会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会跟你的认知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你很难想象他们在学校到底经历了什么 或者他们在学校到底学习了什么东西 因为你不在呢 你就是没有办法想象说 他这一天八个小时 在那个环境里面 他到底都接受了什么样的毒药 对吧 那不仅仅是说我们看到的 这种小小孩 从小小孩就开始的这种洗脑活动 我相信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以前都不知道 加州教育部明文规定到底是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我才上网查 其实他们明文规定都已经写在他们的网站上 加州教育部网站上面明文规定说 现在所有的 就是你们所有在看 不管是你的孙子呢 在这个公立学校里面 还是你们家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面 所有的K to 12 就是Kindergarten 幼儿园一直到12年级 从6岁到18岁的教育里面 公立学校已经被法律强制要求 所有的教学材料 必须要包含LGBTQ 这里面highlight 所有的教育材料 不仅仅是性教育的 不仅仅是什么社会实践等等 所有的教学材料 必须要包含LGBTQ 并且这里面说 说书中必须要明确的指出 人们有不同的性去向 而且在讨论到关系和夫妻的时候 必须要包括同性关系 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 什么意思 你不讲 你就是违法了 违法了怎么样 会把你关到监狱里面 你要接受处罚 这些东西是法律规定的 所以教育者跟这些图书的出版商 必须要遵守法律的规定 不可以违法 违法你就要进到监狱里面 而且这里面法律还规定说什么 说必须要向学生 必须向学生教导 性别 性别表达 性别认同 而且还要探索什么 一男一女的陈旧观念 造成的危害 太夸张了 这些东西都是法律规定 你不干 你就是违法了 现在你去打砸抢 都已经不算违法了 你杀了几个人 黑明贵他们还有钱 是吧 那个我们的副总统贺锦丽 对吧 还可以拿钱把人给保释出来 但是现在你 作为教育工作者 你作为图书出版商 你敢不去教这个东西 你就是违法了 你就等着进监狱吧 你要是让人发现了 对吧 你就等着 不想你就兜着走吧 所以呢 现在什么一男一女 已经变成了陈旧观念了 这个男人跟女人的概念 已经变成陈旧观念 而且要造成危害了 所以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必须要探索 我们必须要讨论 说这一男一女 两种性别的陈旧观念 给我们到底造成了 什么样的危害 给这个社会 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 已经要讨论这种东西了 对吧 一定要教导这个性别 性别表达 还有性别认同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已经变成是强制了 有很多那个家长说 我们家孩子上公立学校 我觉得很好啊 对吧 现在大家还都在想呢 说哪个哪个公立学校 那个学分评的特别好 然后那个孩子上了之后 全都考上了什么成春成 等等等等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们家的孩子 现在接受的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不管孩子跟你讲了 还是没跟你讲 不管你在加州的任何一个角落 他们接受的都是这些东西 我其实遇到非常多的爸妈 特别是妈妈 就会这个样子讲 就是说我的小孩怎样 他很有基督教价值观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每次去上学的时候 他还有带什么小组 这教会很活跃的 但是说真的 这种东西防夺胜防 然后他在同体压力下面的话 他根本没办法承受 这个样子的压力 你的小孩去那个地方的话 如果他跟耶稣一样 这么勇敢的话 他可以去外面 rebuild这些东西 万一出现到这个东西 以前是说 几个离子 几个苹果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现在突然变成 几个男的跟几个女的 然后什么什么 几个同性恋 在数学课里面 他是没办法阻止 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的 然后他如果去阻止的话 他反而还会被记过 还会怎样 然后你如果说 制止这样的教育的话 你会被抓 你会说 你强迫你的小孩 接受这些什么传统 然后古老的这些教育 然后基督教价值观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邪恶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就是再次跟大家强调 不要太掉以轻心 这种东西呢 不仅仅是 才出现在说什么 青春期孩子的教育里面 你很会觉得说 哦他们就是专门洗脑高中生啊 可能到了高中才有啊 或者是到了初中啊 初中才有 其实不是的 现在已经完全涵盖了 三到十八岁的教育 而且呢 在这个UPK的这个计划里面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个三岁小孩 开始去的这个免费的 这个幼儿园啊 在这个计划教育里面 2025年到2026年 就要完全的 在整个加州 也就是说 等到了2025到2026年 整个加州 三到十八岁 所有的免费的 这些教育里面 全部都会 强制性的去 学习这些东西 所以你说 孩子一个礼拜 去一次教会 这个时间够吗 他们整个 三到十八岁 他们的整个 这个人生观 价值观 被塑造的这个年纪里面 他们永远都要被浸泡在 这种东西里面 所以你说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是很难脱离的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是很难 可以分辨对错的 当你身边人 全都变成神经病 跟疯子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保证 你自己一直是清醒的 那一个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而且对啊 就像你说 他只是一个孩子 你不要说孩子了 你就作为我来讲 就是一个成年人来讲 你都很难 在这个环境里面 保证你自己 不被那些东西污染 甚至这个样子 因为很多家长 他们就光在上班就好了 我就认识很多基督徒 他们就在左派公司上班 是的 每一个礼拜 就是做左派做的事情 帮左派公司剪广告 然后什么 然后星期天的时候 在教会带敬拜 说什么 我们要百分之百 把自己献上给神 就是有这样子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妥协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现在你要有一个小孩 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 而且是政府资助 然后父母把自己的小孩 送给政府去洗脑 真的是这个样子 就跟我每次在那边讨论东西一样 政府给这么多免费的东西 绝对是有目的的 而且这东西也绝对不是免费的 你每次付税 全部都是在给政府 你的小孩变成政府的商品 其实每一次 你拿到免费的东西的时候 你都要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没有任何东西是免费的 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耕田 我们要去努力 为了我们的下一顿 来去努力的去工作 神都这个样子讲 为什么会有免费的东西 每次只要拿到免费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保证说 你就是那个商品 你现在这个孩子 就是政府的商品 政府就是要把这个商品 卖出去卖给所有的人 而且他还是用你的纳税金去做的 27个亿 27个亿的美元 去做UPK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之后你说 要是说钱不够了 他们还会不会再填 一定会再填的 但是大手笔一下 拿出27个亿来做这个东西 我们那时候 在推行school choice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的父母 在反对这个东西的 很多父母是反对说 为什么他们反对 就是因为 他们不想要政府的钱 他们不想要政府 任何一毛钱进来 因为我的孩子 是我教育的 如果说今天 我这个孩子 如果今天这个政府的钱进来的话 政府就可以告诉你 你应该要怎么做 你必须要怎么做 加上法律都写成这个样子 你如果不教的话 那你就是违法了 如果你是个学校的话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父母 必须要为我们的孩子负责 我们的每个父母 必须要把我们的孩子 当成是神给的礼物 所以说我们不能再贪这样子的小便宜 已经有太多的父母 为了要贪这样子的小便宜 而把自己的孩子放弃 因为我相信很多时候 人是很难分辨说 什么东西真的是重要的 什么东西真的是不重要的 就像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 把他自己的工作 跟孩子的教育割舍下来 他会觉得说 我比较很好啊 我小时候也这么长大的 那我把小孩交给学校就好了 你看我现在长大了 我不是也挺好的吗 我就去供我的座 或者等等等等 或者很多时候 他们会认为说 我多挣了钱 这个就是对孩子好的 我让我孩子吃得最好 我让他长得白白胖胖的 我让他长得个子高高的 这个就是我对他负责责任了 等等等等 但是他们很多时候 忽略了这种教育 或者忽略了 让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你说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太多父母是这个样子 他们常常觉得说 我只要赚钱就好了 我比较在乎的东西是 我可以带我小孩去哪里玩 然后呢 我可以带我小孩子去哪里旅游 然后各方面的 我只要一直去赚钱 然后所有的教育 还有托儿所这东西全部都交给学校 全部都交给老师 甚至有一些教会 他们全部丢给外人了之后 然后呢 他们努力赚钱 然后可以跟小孩拍一堆 很可爱的照片 然后呢 创造回忆 这样的话就是对小孩负责 这样的话就是对小孩的童年负责 这样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 当一个父母 最重要的 是要确保你的小孩子是个好人 不管在品格上面还是道德上面 道德层面 小孩必须要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 而且是要愿意做正直的事情的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太多的父母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 说穿了 那个小孩就跟女人的那个包包一样 就只是一个装饰品一样 就像一个法式一样 对你来讲 只是一个拍照留念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像真言十三章二十二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说 你要给孩子留下的是什么样的产业 是那种在地上可以朽坏的吗 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些财物啊 其实是可以被贼偷走的 其实是可以被虫子给咬烂的 所以你要给孩子留下的是这样的产业吗 还是你要给他留下的是天上的 是那一个永远都不朽的 不能够震动的属灵的产业呢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能够做的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我们能够为下一代的人预备道路 我想尤其是做了父母之后 你这种心情会更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这是绝对的 而且我说真的 就是以美国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就好了 我们不断的借钱 美国是全世界欠债欠最多的 然后加州政府更是欠债欠最多最多最多 在整个美国政府里面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跟我们的下一代拿钱 然后这样子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拿钱 去借钱 然后来投资在我们这些上面 然后当我们建设好了 建设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报酬率 不但会让我们更丰盛 还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更丰盛 这样的想法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这样的想法永远都是失败的 政府在做的事情 它只在想说 我可以怎样去控制你的小孩 我可以怎么样来控制整个社会 我如果说可以把小孩从父母之间拉过来 站在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这边的权力会多大 我这边会过得更好 他不会想要你的小孩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在他们的心中 只是一个对付你的棋子 然后他知道你会爱你的小孩 所以你的小孩到时候跟你的 有什么文化价值观 有什么不同的话 政府知道你会屈服 你会觉得说 OK我为了爱我的孩子 所以我就放弃我的文化价值观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 而且非常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父母如果说 不夺回自己小孩的教育权的话 最后就会发生这个样子的事情 最后你跟你的小孩 就是会变成一个一起堕落的一个状态吧 对而且是被政府介入的 然后被他们搞乱这样关系的一个状态 所以真的要思考 就是我们能够给他们留下的产业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真的可以朽坏的金钱吗 是不断被贬值的金钱吗 是被一到打仗的时候 就变得一文不值的金钱吗 还是我们真的要塑造他们属灵的品格 所以在之前呢 我们有一次去校董会的时候 就有一位六七十岁的阿嬷 在校董会那里发言 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就想说六七十岁的阿嬷 对吧 她为什么那么关心学校现在的议程 她的孩子明明都比我还要大十几岁 都已经变成一个中年人了 她为什么还要去在乎 她为什么还要在大晚上的 跑到那里面去发言 为什么 因为她说她关心她孙子的教育 她说她要为了她孙子的教育 拼到她活着的最后一口气 她说只要我活着 我就一定要来 为了保护她的这个东西 我就一定要来发声 她说我会一直发声到 我活着最后一口气 那马太福音十八章六到七节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凡使着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摩石 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沉在深海里 这世界有祸了 因为将人绊倒 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岛人的有祸了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 而且是我非常常用的一个经节 这特别是在我们节目里面 父母有义务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父母有义务要去教导我们的小孩 如果说我们不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的话 如果说我们让他们 让学校的老师让他洗脑的话 其实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有罪 因为我们没有去阻止这个样子的事情 我们没有去把小孩的教育 伸给我们的这个礼物 来去把他们教育到最好的 然后没有把正确的价值观放在他们的心中 我在这边必须说 每一个父母其实都想要为自己的小孩好的 都想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小孩 但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 就只是放弃小孩的这个教育 然后把这一切的东西全部都丢给其他的人而已 我们对我们的小孩的责任 必须是要确保他们不会被这样子的东西洗脑 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去教导孩子 要教导出一个好的孩子 要教导出一个好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人一生当中要去读圣经 要去了解律法 要去知道说神的律法是什么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要去每天读经 我们才有可能去做一个圣经当中的好人 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把小孩丢去学校里面 然后周末的时候 让他去上一两个小时的主日学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样子小孩的生命当中 就会有正确的价值观在里面了 当然不可能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跟我们的小孩一起读书 一起写功课 然后我们要知道他们在学什么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亲自的当小孩的老师 你亲自的来教育你的小孩 我那天跟我女儿一起读以丝铁记的时候 我很确定她可能没有听懂 里面讲的那个内容 我看了之后就在看那个以丝铁皇后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看了之后我自己觉得说 我自己感动落泪 我自己觉得说就是 对 她就是充满勇气 她就是要做最正确的事情 然后她就是要为了拯救生命 然后为了拯救这些人 然后来去付出 尽管她有可能被杀 我自己读了之后 我自己在那边感动 然后我就说 你就跟这个以丝铁一样 然后我女儿就 YES エスタ YES 她或许听不懂 你跟你的孩子一起读书的时候 得到最多的是你 你得到最多的之后 你才有资格去教育你的小孩 你要跟你的孩子一起去学习 圣经是一本我们永远都学不完的书 然后你的儿子女儿的教育 是你永远都没办法完成的功课 你一定要谦卑下来 然后跟你的小孩一起去学习 在这边所有的父母讲说 不要把任何东西 不要把任何的教育 孩子的教育 交出去给政府 那其实呢 教导孩子也是一个服事嘛 而且是我们人生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 那下面呢 来读一些经文 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受 在彼得后书 一章三到十一节 在这里说 说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 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 只看见近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捷径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施交 这样必叫你们风风附附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很鼓励吧 对 很激励吧 对 就是叫你不能懒 不能懒散 然后 绝对不能懒散 对 然后不是说什么要信就好了 要有行为 讲得多清楚啊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圣经真的是基督徒的生活的形式指南的 对 在这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很多的时候不要有压力 也不要害怕 就是说现在这个教育都已经这样了 是吧 我们在做到底有用没用 有用 真的有用 你只要按照神的这个说法去真的有用啊 而且在萨摩尔记上30章8节 大卫在追亚马利人的时候 他就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 耶和华说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征战 而且谁应许我们 只要你去追 你就救得回来啊 你一定追得上 而且救得回来 而且刚才在 我们读的那个彼得后书那个经文里面 谁也告诉我们 每一步应该怎么做 而且告诉我们真的不要蓝筛 很多时候说 找了很多借口了 说实话 就是为什么不读经啊 因为怎么怎么样 我忙啊 或者什么什么 为什么要把小孩的教育完全交给学校 因为怎么怎么样 其实说实话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找的借口 就是真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找的借口 但是神告诉我们 要殷勤的做工 不要懒散 不要浪费在世界上 神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 以及神交在我们手上 美好无比的产业 我们都不要去浪费这样一个时间 所以呢 这个的确是征战 而且呢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争夺的一个征战 历代之上 26章27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 以被修造耶和华的殿 追回来之后 我们要将儿女分别为圣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要修造耶和华神的殿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重要了 那这段经文实在是太棒了 因为自己是神的器皿之外 你就是要让你的儿女也当成神的器皿 这是你唯一的工作 当父母唯一的工作 就是让你自己的儿女 变成神的器皿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让你的儿女会比你更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比你更爱神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你要教导的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就跟刚刚那段经文讲的那个一样 每一步都一清二楚 你要做什么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学取我们的需要的知识 我们要知道说 怎么样来应对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是看着外面 我们不是看一点什么 教育专家写什么育婴的书 然后育儿的书 然后哪个专家写说 你要怎么样管理人小孩 管理小孩 然后跟你自己的儿女的关系 每一个东西都在圣经里面 圣经会是你最好的育婴书 你只要了解圣经了 你一定可以教育出一个非常好的儿女 我在这边不是在怪任何的父母说 你们做的不好 你们做的不怎么样 我知道每个父母都有一些 每一个父母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的小孩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很多基督徒父母会在那边说 我就祷告 交托神 交给神就好 儿孙自由 儿孙福 耶稣请你来感动他 No 家长们 你要感动你的小孩 没有人可以比你更能感动你的小孩 没有人能比你更屈膝 谦虚的时候 敬前的时候 更能感动你的小孩 当你屈膝在神的前面的时候 你才可以最好的跟你儿子 儿子或女儿沟通 不是你在这边高高在上 在那边说 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子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你要屈膝下来 你要认罪悔改 你要跟你的儿子或女儿一起认罪悔改 父母要在乎儿女的小孩 不要再觉得说东西是学校教的 大环境就这个样子 我应该要怎么办 你有义务 你有信心 你有圣经 大卫在跟哥利亚在那边对抗的时候 他是说 我不怕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是这个样子 我是带着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跟你挑战的 我什么都不怕 你有圣经 你有神在你这个地方 你的义务就是要把 神放在你的孩子的心中 然后把神放在你自己的心中 这个样子才是最好教育孩子的 所以呢 养育跟管教儿女是家长的责任 而且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责任 也是神赋予家长的一个权柄 所以真的要妥善的 而且使用这样一个权柄 并且珍惜神跟每一个父母的礼物 不要再马虎的对待 而且要对神国的下一代产生热情 让他们不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 首先你要让你自己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 做我们该做的 说我们该说的 因为管教儿女就是你拥有的权柄 你应该按照神的教训 还有神的道去好好的管理他们 而且真的不要再马虎 因为孩子是马虎不得的 我们很多吃什么喝什么真的不重要 但是跟神国有关的事情真的是最重要的 我们每天都呼求说 我们愿神的国降临 我们愿神的国降临 神的国就要降临在你的家庭里面 就要在你的家庭里面被建造起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要再马虎的一个事情 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鼓励到你 能够激励到你 能够让你好好的想想说 或许我们家小孩的教育 我要真的跟神祷告 我要有一个新的反转 要从下一秒就开始不一样 要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有一个新的计划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非常迫切 需要去祷告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系统 你可以看到 跟我的小时候不一样 跟你的小时候不一样 跟我们所有人小时候都不一样 已经不再是说 你拿一个什么小铅笔头 然后老师在这教算术 你在这写 那完全不是那个概念 他们现在就是要 把你的小孩洗脑成 跟神创造的是完全 不一样的一个 另类的东西 是要让他们每一个人 都变成一个 拥有精神疾病的这样一个 是要把精神疾病 常态化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你还不要起来分战吗 所以起来加油 我觉得一定可以的 就是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小看神 不要小看神说不可以使用你 不要小看这一切 你可以把你自己变成神 使用的器皿 你可以真的起来 变成你周围人的祝福 变成你家里人的祝福 变成教会的祝福 你也可以起来 变成一个领袖 变成一个leader 你可以在这一方面产生热情 然后呼吁大家一起起来做 不要再做一个说 我等着某一个人起来 我那个人就是你 所以加油 不管你在哪里 收看我们的节目 现在这个事情 不仅是符合加州的现状 符合全世界的现状 下一步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只不过你看到 加州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就会知道 在未来的几月之内 在全球各地 应该会陆续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起来做好准备 而且做好预备 预备你的心 预备孩子的心 我们有义务要去当一个好的父母 我们有义务要当成一个 他们尊敬的父母 我们有义务要去做 他们的榜样 他们之后带小孩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说 当一个父母应该要是怎么样子 所以说在这边 真的鼓励所有的父母 Be an honorable parent 当一个值得被尊敬的父母 不要把你的小孩的教育圈 丢给学校 丢给政府 丢给任何人 你有义务 而且你有责任 而且你有这个热情 来去照顾 神给你最美好的礼物 好 所以加油啊 那大家看完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或者你有没有一些 什么计划跟行动 可以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或者你有任何的 你有没有在生活中碰到 就是你在教育方面 有哪些难题 或者是你有发现 某一个学校里面 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特别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就是这些老师 还有学校 就是按照他们这个agenda来的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疑问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